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測試的關卡是 解放潛能的誓約 重置的抉擇 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 這個是 伊登魔隊 因為這個關卡來講看起來 都要破防 其實 這隻大聖 這隻木妹 還有這隻大聖 總之對我裡面要有三隻破防 就對了 其他隨便亂配 啊我是這兩個撐血量 所以隨便亂放 好現在來為大家 示範一下 好地關卡也好 這個血量都不多 我們先把暗的這隻K掉 其實攻擊力有大聖的話 基本上 都不是很強啊 就是打得不太會痛 好但大聖要記得 血量盡量要保持滿血 因為我們有一燈的話 幾乎都是滿血狀態 不是問題 基本上有大聖一燈的話 都輕鬆過 難度不難 好 好地關除一下CD 好地關 打的時候大聖都會跳 也會破爺 好地關 好 當然如果你想要快一點的話 怎麼講 例如說金牛還是說 雙魚也OK啦 可是金牛雙魚的話 前面你要留下來的就是 像雙魚的話是留火跟水啦 所以你自己要斟走 看你是要留垃圾來打 技能充滿了 可以開扁 隊伍其實只要用的對的話 關卡就還蠻OK的 不至於說太難 好 不然看那個 每一罐都是要破防 還有幾%盾的 盾掌純色都要打 不好打 反倒用一些奇奇怪怪的隊伍 你會覺得這樣要打 那我這一關看你的心情啦 看是要小爆發還是不要爆發都OK啦 這樣是比較省時間 不用直立攻擊 50%盾 完全沒心出 三千多 下一關的話 我還想要再爆發一次 其實爆不爆沒什麼差 因為下一關就血蠻多 不是血蠻多的 25%盾 是不是要打40% 那就把你的光速稍微留多一點吧 8千多 因為有大升一燈的加持 所以8千多對我們來講 還好還蠻輕鬆的 兩回合都回得回來 沒那麼差 不知道是算什麼 說磨其實也沒有說多磨啦 因為關卡的怪物的血量並沒有太誇張 只是都是趴速盾 所以你會把他秒掉 有點lag 不過不影響啊 因為用這樣對我 打起來是蠻輕鬆的 所以他再怎麼lag 對我們來講都還好 好接下來這一關的話 看一下珠子喔 因為有四隻 所以你光一定要消到 好我們直接先破法 好單體攻擊喔 如果天降就算你倒楣 別人 然後這關也是破爪 啊球大好家在 好家在我這一隻 真是嚇到 喔 剛剛很誇張欸 卡星珠 還不是卡星珠 卡了攻擊珠啦 這一關的話 20%盾就慢慢打 沒關係 可以看到這樣 這是一個通關的那種TEMPO 阿不要那種沒削到的珠 倒是真的 沒削到珠 就很危險 然後盡量把珠子 留同樣的珠子 要在下一關用啦 關於據說是超大的拼圖盾嘛 對不對 之前有講過嘛 玩到後來搞不好 你要是用完灘死蛇的 等下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個灘死蛇多大 其實在這邊這樣慢慢打 甚至連大聖 搞不好又可以再磨一次起來 搞不好又可以再磨一次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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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累的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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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隻 你沒笑到一COMBO是這種太誇張了 其實是有點想睡覺了 有點晃神了 我已經突破了平民轉出的極限了 一COMBO有沒有 這個還不錯 一COMBO就是這種 非常具有參考價值有沒有 就是一COMBO也可以過 光狼最好是除起來的 我建議是這樣 因為這個拼圖更不知道長了什麼什麼激情的樣子 如果你有 你有把光狼弄出來的話就 不用怕圖形太激挖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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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ta 好 好 好 就留木珠和那個光珠也還OK啊 這樣這個水珠 好來不及 反正他消水珠沒消到 他這時候不要功虧一虧啊 我們來看一下多機外的圖形盾 欸還好閃電盾而已 喔靠 靠 我在靠什麼啊 這是吸第一的 哇 1 1 2 3 4 6 應該OK啦 再來個破防 哇我可能他消磨的比較安全 不用吸血了 OK喔 以上這個是還蠻簡單的一個通關的示範 然後隊伍有編好 編好的話應該都還蠻簡單的 以上這個是 旅人這個 又多一張 還沒時間練這個卡片的一個 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